手动对焦 全金属的外壳 定焦 大光圈 售价只要98美金 也就是500多人民币 那这么便宜的镜头 您敢不敢买呀 这个就是我最近购买的这个副厂的手动定焦镜头 来自于名将光学TT-Artisan的51.2 因为目前我手上的镜头最大光圈就是那个1655 它只有F2.8 在暗光环境下拍摄其实是比较吃力的 但是实际上呢 用的也不是特别的频繁 只是偶尔会需要使用 所以呢 我也并没有想要投入太多的预算 去购买富士原厂的大光圈的镜头 那刚好看到其他的YouTuber的推荐呀 我就买了这个 很凑巧 没买多久呢 这个名将光学呢就私信我 问我想不想测试一下他们家这个171.4 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个视频 如果您的预算有限 或者呢 又像是我这样想要一个大光圈的镜头 作为备用 看看今天这个视频再来决定 这两个镜头适不适合您 按照惯例啊 咱们先来说说他们的缺点 因为任何的产品呢都是存在缺陷的 那如果这些缺点都可以被接受的话 或者说并不会触及到您所拍摄的范围 那么剩下的呢 就都是优点了 作为以大光圈为卖点的镜头呢 咱们就必须看看它在大光圈的表现了 毕竟这也是我选择购买它的一个重要理由 由于大光圈的景深呀 非常的浅 所以很难去分辨边缘画质还是胶外虚化的效果 放大照片去看呢 在最大光圈下 画面整体感觉呢 比较的软 边缘的画质呢 比较的模糊 这可以说是便宜的镜头的通病 毕竟造价的成本比较低 缩小光圈到F2和2.8画质啊 就开始变得锐利了 您看这是我在植物园拍的一些照片 都是使用这只501.2的镜头拍摄的 那基本上当时用的呀 都是2.8的光圈来拍摄 原片本身的效果呢 就很不错了 再加上后期呀 我添加了一些锐化出来的片子呢 都非常的好看 我也很喜欢背景虚化出来的这个效果 只不过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呀 就是这样了 大概有半米左右 所以并不能更近距离的去拍摄那种微距的效果 所以当您在拍摄植物和花的时候 最大在相机当中只能放大到这个样子了 这个镜头画质好不好 那就要看您对画质的要求有多高了 如果只是平时记录生活和旅行 发个朋友圈什么的 那这个画质呢 我认为绝对是够用的 大光圈确实也挺好玩的 您呢 可能会好奇 哎 明明这个1.2的大光圈啊 根本就不能用 那这个镜头还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所有的镜头啊 在最大光圈的时候都会出现画质不佳的情况 那一般缩小一两档 它就会变得锐利了 如果最大光圈是2.8 那您可能要F4或者是5.6才能觉得很锐利 如果最大的光圈是这个1.2 那么可用的是F2和2.8 所以它仍然比最大光圈2.8的镜头要大多了 所以呢 如果您是为了大光圈才购买这两个镜头啊 我觉得还真是可以考虑 画质还会体现在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 那就是紫边 在逆光拍摄的时候呢 会特别的明显 尤其是在浅色的物体上 周围呢 会有一圈紫色的光 不仔细放大去看啊 其实不容易去发现 很多镜头呢 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不单单是便宜的镜头会有 当然紫边这个问题啊 在缩小光圈去拍摄的时候呢 就会消失了 在后期照片的时候呢 可以非常容易的就解决掉它 所以呢 这也不算是这个镜头的特别致命的问题 这两个镜头在使用光圈优先模式拍摄的时候呢 我发现曝光亮度和富士原厂镜头啊 很不一样 也就是说相机在ISO光圈和测光模式都完全一样的前提下 使用明将的这两只镜头拍出来的照片光亮度啊 要更高 比如拍摄夜景 富士1024判断出来的为6秒曝光 而明将呢 判断为10秒 在城市街头测试的时候呢 我发现这个特点呀 很容易让高光过曝 拍摄的时候呢 需要故意的降低一档曝光 您说这算是缺点吗 我觉得也不全是 在拍摄城市风光夜景的时候呢 我发现这个17毫米超级的好用 我平时在使用这个1024的时候呢 曝光经常不足 您看这是同一个场景 两个镜头拍出来的效果对比 明将17毫米的这个天空啊 明显要更亮 整体曝光都非常的漂亮 而1024就比较的暗了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 我当然觉得整体曝光能亮一点会更好 那如果不是因为这个17毫米 它的视野不够广 我真的想以后夜景啊 都用它来拍摄了 当然呢 这也不代表1024无法拍出同样的亮度 只是需要手动曝光才可以 通过这个测试呢 让我了解到每个镜头 或者说呀 不同品牌的镜头都有着自己的曝光规则 想要拍出好的照片的前提呢 就是要对这些镜头和相机有足够的了解 摸清彼此的脾气 才能发挥出它的优势 让设备呢 可以更好地为咱们服务 所以在曝光这一点呢 算不算是缺点 其实很难去判断 要看具体来拍什么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呢 明将这两个镜头啊 拍出来的兴芒特别的漂亮 您看这效果 第一次拍完了之后我一回看 吼 吓我自己一跳 这也太好看了吧 至于它能否替代富士的1024 我的看法是首先啊 它不够广 很多大的场景呢 还是有点拍不全 毕竟它只有25.5的等效焦距 还有呢 别忘了 尽管在光圈F8或者是11之间 它的边缘画质啊 仍然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模糊感 但是要说很差呢 倒是也没有 所以如果您对画质要求没有那么极致的话 完全可以选择明将17毫米F1.4 毕竟它的价格只有1024的十分之一 因为这两只镜头 它的体积呢 非常的小巧 重量也挺轻的 所以呢 我也产生了用它们去拍摄视频的想法 平时我用那个1655出门拍视频啊 真的是太累了 太沉了 50毫米的这个镜头呢 因为焦段太长 所以不适合自拍 我呢 只是用它去拍一些特写的镜头 17毫米这个呢 就比较适合全天使用了 也比较适合自拍 但是呢 也有个难点 那就是因为它是手动镜头 所以无法自动对焦 识别脸部 需要这个预估焦段 所以拍摄Vlog的话 手动对焦镜头啊 确实有些吃力 而用它们来拍摄环境的话呢 会存在一个小缺点 50毫米这个镜头还好 但是时期在变换焦点的时候呢 画幅会产生轻微的位移 您可以看到桥的位置移动的范围啊 还是挺大的 所以我觉得用它拍摄定点的内容 小范围的移动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而曝光的进光量大啊 也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反而成了这个镜头的一个优势了 在很暗的环境下去拍摄 即使不用非常大的光圈也可以提亮不少 所以我现在啊 暗光环境都是用这两个镜头去拍摄视频的 当然这个手动对焦确实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练习和适应 但是至少这两个大光圈的镜头呢 能够带来更多的可行性了 作为备用的镜头 我认为还是很合适的 在使用这两个镜头拍摄照片的时候呢 手动对焦可真是让我太着急了 当然这也是因为这个相机屏幕呀太小了 不太容易看清楚是否对焦成功 那无论是拍摄很小的物体 比如说花啊树叶 还是街头的建筑 在使用大光圈的时候啊 都不容易查看对焦的状态 尽管我用了相机里的峰值对焦提示 有的时候提示为合焦有这个红色的轮廓出现了 但是实际上呢拍出来还是没有对上焦 我呢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相机和镜头的匹配度不够好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所以啊拍摄的时候呢 最好是放大 然后对焦 确认合焦之后 再按下快门去拍摄 大光圈的景深呀确实非常的浅 不太容易能够对焦成功 总之用惯了这个自动的对焦镜头之后呢 再用这个手动对焦真的是觉得速度很慢 反复要拍好几张 静态的物体呀还算好 我呢完全不能驾驭拍摄抓拍的这种题材 也许是我真的不太适应这个手动的镜头 不过呢这种慢节奏也是另一种情调吧 可以很好的治愈鸡脾气 当然呢也很可能把这个鸡脾气给逼疯了 大家呀也可以把它们当作是一种理疗产品 平时没事带出去 调理一下自己的身心 慢摄影 副场的镜头啊 对于我来说都有这么一个问题 那就是光圈的数值并不会被记录下来 所以我给大家分享样片的时候 时间一长我就完全忘记了当时的具体参数了 拍摄的时候呢 相机会显示为光圈F0 在软件当中呢会显示为光圈F1.0 所以为了做好教程 分享照片的参数 和我自己平时整理资料 我呢后来就都换成了这个 富士原厂的镜头了 对于您来说可能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是如果您打算用它来拍延时的话 在后期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去闪的问题 虽然在L2Timelapse当中呢 可以手动的输入光圈的数值来矫正它 但是如果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您改变了光圈 而自己又忘了从哪一张开始换的 那可就麻烦了 自动曝光的过度呢 可能就会遇到问题 导致判断的结果可能会不准确 但是其他的拍摄呢 都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名将TTRTZ的镜头啊 我这也是第一次用 整体的印象呢非常的好 金属外壳做工非常的精美 镜头盖呢还做成了这个老实镜头的感觉 很别致 体积小 重量轻呢也是我特别喜欢它们的原因之一 平时放这么两个镜头在包里呢也不会感觉增加了很多的重量 但是呢 却可以给我的拍摄提供更多的选择 那现在我基本上都会带上它们 特别是拍摄视频的时候 大光圈啊 真的还挺有用的 看到很多小伙伴啊给我留言说买设备的预算呢很有限 特别是初学摄影不知道自己能拍成什么程度 不想花太多的钱 我呢倒是挺赞成这个观点的 一上来别烧太多的钱买设备 先玩起来再说 那这两个镜头呢 我觉得您倒可以试试 毕竟它们的价钱非常的便宜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如果您也用复视 并且喜欢旅行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分享的呢不仅仅是摄影技法 更是思路和习惯 城市行者实战课程现已上市 欢迎关注和加入